2017年5月,美国的X-37B无人空天验证机,完成了长达718天的秘密太空飞行返回地球。 这是X-37B的第四次试飞,试飞时间从最初的8个月延长,到了超过24个月。 关于X-37B携带的设备诈核以及相关的实验内容,美国军方逆致命而不寻手口如瓶,其保密程度之高由此可见一般。 顾名思义,空间飞行器具备在大气层内外自由飞行,以及可重复使用的能力,而且能够依靠自己的动力从地面机场水平起飞然后自主降落,活动区域航盖整个地球,临近空间乃至近地空间。 可以在一小时内达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位置。 不仅是21世纪最先进、最高效的航天运带工具,更是世界军事强国美国未来治天权的关键性武器装备。 X37B是美军未来太空战的杀手简空间飞行器拥有如此优异的技术性能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也难怪美国军方将其列为最高军事机密之一。 作为航天领域后起之秀的中国,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样高大商的重点项目,而且向来喜欢低调办大事,马上发大财的中国人。 在空间飞行器的发展中,越来越呈现出多点开花,百家争鸣的姿态。 航空航天口的相关部门都有各自的空间飞行器计划,甚至带有后来之上改超美国知识。 这让身为领跑者的美国不免产生了压力三大的感觉,神龙无人空天验证机的出现揭开,到了我国空天飞行器发展的神秘一角早在若干年前,一款名为神龙的无人空天验证,即就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这款验证机挂戴在轰流轰炸机的肌肤下,外观看起来很像是缩小版的X37B,根据外媒推测,这很可能是用于搭载测试,或者启动外形验证的早气氧机,还并不具备类似X37B的空间飞行能力,随之一波未停一波又起。 不久之后,中国的官方媒体,又透露了另外一个重量级的消息,我国夸大气层飞行器是非成功。 在新闻中曝光的跨大气层飞行器外形特征,与神龙验证机如出一辙。 不仅印证了我国无人空天验证机项目的真实存在,也让外媒所谓的神龙不能上天的手把不攻自破。 神龙被外媒称为X37B的有力挑战者,虽然神龙验证机的气动外形可设计不具与X37B大体类似,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区别。 比如X37B采用的是由运载火箭搭载的方式发射升空,而神龙验证机采用的是飞机加火箭的方法。 首先借助载机抵达上万米的高空,然后脱离载机并启动自身的火箭发动机进入太空,除了使用更加灵活便捷以外,也减省了航天发射的成本。 这意味着中国在理论上具备了廉价高效的全球及时侦查和打击的手段,对于改变我国战略军事态势的价值甚至远在兼20、空20等大气层内常规平台之上, 关系我国化大气层飞行器是飞成功,印证了神龙的存在当然由于目前的技术所现,无论是神龙验证机还是X37B都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飞行器, 因为无法自主往反太空是最大的硬伤,要想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等待革命性的新行动力系统出现。 在2017年的第21届国际航天飞机和高潮音速系统与技术大会上中国雄心勃勃的工, 开了自己的空间飞行器发展路线图,使用我国首创的新概念动力系统, 无论火箭周压组合循环发动机,简称TRA的空间飞行器将在2020年前通过技术见证, 2025年前完成装机试飞,2030年前实现自主入轨的目标,如果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如期完成。 对于人类空间飞行器的发展,无疑将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也意味着中国在这场争夺高边疆的太空竞赛中赶上并超过了美国。 我国配备新概念组合动力系统的空间飞机,将开创人类航天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请不打赏看。